永乐13年公元1415年 锦衣卫指挥使纪刚 下达了一道奇怪的命令 他要请自己牢里的一个犯人吃饭 这是一个大新闻 纪刚是朱棣眼前的红人 锦衣卫的最高统帅啊 居然会屈尊请一囚犯吃饭 待会对这件事呢都是议论纷纷的 那么这位囚犯呢也欣然接受了邀请 但是饭局开张的时候 纪刚并没有来 只是让人拿了很多酒 给这位囚犯饮用 这位心事重重的囚犯一饮 便停不住了 他回想起了自己梦幻般的往事 不一会儿就明顶大醉 看他已经喝醉 早已接到指示的锦衣卫 打开了大门 就把他拖出去了 外面下着很大的雪 此时正是正月 这位囚犯被丢在雪地里 在漫天大雪之时 他迎来了死亡 这个囚犯就是被称作 明代第一才子的谢金 永乐大典的总边关 他死的这一年是47岁 谢金 红武二年生人 公元1369年 江西吉安府人 自幼聪明好学 被同乡之人称为才子 大家都认为 这孩子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 谢金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红武二十一年 公元1388年 一举重进士 由于在家乡的时候的名声 已经很大 甚至都已经传到京城了 所以呢 朱元璋 对他也十分的重视 百忙之中呢 还抽空啊 见了见他 朱元璋呢 这一举动的呢 所有的人都认为 哎 这颗政治新兴啊 马上就要升起来了 可是当时呢 正是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的时候 胡维庸案呢 已经案发了 法司各级官员 不断地逮捕大臣 很多呢 今天同朝为臣 第二天可能这人就找不着眼了 那是叫腥风血雨 变化莫测 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呢 很多大臣成了逍遥派 御事啊 都是睁之眼 闭之眼 只能呢 求着活到退休就算得 可是就在这时候呢 谢金呢 注定是个出人意料的人 在这种朝不保夕的 恶劣政治环境当中啊 他没退缩 也没畏缩 而是表现出了一个 知识分子的骨气 和勇敢 他勇敢地向朱元璋本人上书 针辩石壁 斥责不必要的杀戮 并且呈上了一篇 很有名的文章 叫太平实册 在这一篇文章当中啊 他详细地概述了 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 给朱元璋勾画了一幅 天下太平的这个图画 并且对目前的一些政治制度呢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批评 朱元璋的性格 咱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你不惹他吧 他都能来找你麻烦了 可是这位谢的胆呢 居然敢摸老虎屁股 这实在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当时很多人都说 完了 这孩子疯了 因为只有疯了才感觉 惹那另外一个疯了嘛 是不是啊 谢进疯没疯 咱不好考证 但至少啊 他说完这事他没死 朱元璋呢一反常态 居然呢 就接受了他的批评 也没找他麻烦 哇 当时人们都吓呆了 哎呀 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这事 他们想不通 怎么谢进还能活下来呀 于是这位敢说真话的谢进呢 这可以说明漫天下了 出了名以后 固然有人赞赏他的这一种勇敢行为 但是也有人说他在搞政治投机 是看准机会才上的书 但是谢进用他的行为粉碎了 所谓这个说投机的这种说法 他又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 这红武23年 公元1390年 朱元璋呢杀掉了李善长 这件事情啊 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 当时的大臣们都很清楚 断不敢多说一句话 可是呢 永不畏惧的这个谢进呢 这时候又开始呢 行动了他带自己的好友上书 朱元璋为李善长身边 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呢 朱元璋十分恼火 他知道文章啊是谢进写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呢 他仍然没有对谢进怎么样 这件事情就给谢进了一个错误信号 他认为朱元璋啊 不敢把他怎么样 或者不能把他怎么样 谢进就继续他的这种啊 极为呢危险的游戏 胸怀壮志 不畏权威 敢于说真话 然而他根本不明白 这种举动 注定是要付出陈荣代价的 不久 他就得到了处罚了 红武24年 公元1391年 朱元璋把谢进赶回家了 并丢给他了一句话 刚说你回去吧啊 十年之后我再用你 于是谢进 沿着三年前的进京赶考的路 又回自己老家去了 荣华富贵美梦一场 沿路的景色 并没有什么变化 可是谢进的心却发生变化了 他始终不明白自己啊 说我不就说了两句实话吗 凭什么罚我呀 读书人做官为的是什么呀 不就为了天下苍生 不就是为了国家效力吗 凭什么罚我 这什么道理呀这是 那些个整天不干正事的 遇到难题就让的 遇到障碍就倒的 那些个无耻之徒啊 就这种人 牢牢的把握着权位 自己这样全心全意 为国效力的人却遭遇这样的待遇 这不公平啊 这件事情啊 心里这个怒火啊 蹭蹭就往上来 洪武31年 朱元璋去世了 此时呢 距离谢进回家 已经过去七年了 虽然还没有到这个 十年的约令之期 但是谢进还是啊 开始有动作了 他很清楚 就算到了十年之期 也不会有官做的 要想当官 还得靠自己 他依靠先前的关系网 不断地向高官和皇帝上书 哎呀 给我个官的 给我个官的 哎 命运又和他开了个玩笑 建文帝虽然知道他很有才能 但是不愿意用他 就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小毛毛官 准备把他远远的打发到西部 搞开发剂 幸好都反应快 马上找人疏通关系 哎 留在京城了 在汉林院当了一小官 这时候谢进已经完全没有了 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了 他终于明白了 要想往上爬 就不能有原则 不能有尊严 尊什么严 得溜须拍马 得会风场 会逢影 什么都得要 就是不能要脸 上天给了他一个机会 静难开始了 建文帝眼看着就要败了 朱棣已经胜利在望了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谢进和他的两位好朋友 进行了一次谈话 这是一次再入史册的谈话 就在这次谈话当中 三个年轻人确定了 不同的人生方向 那么他这两位好朋友都是谁呢 咱们得先说说 这两位好朋友啊 分别是胡广王庚 所谓的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能和谢进这样大才子交朋友的 那当然都不是寻常之辈嘛 实际上这俩人的来头啊 比谢进不小 说得也巧 这仨人也都是江西人 吉安府的 老仙 谢进是出名的才子 咱们前面说过 红武21年进士 高考成绩至少是全国前几十名吧 可是和另外两个比起来 那他差得远了 为什么呢 因为死二人 分别是建文二年高考状元和榜眼 大家都是同乡 完了之后呢 又都是才子 又都是宝学知识 自然就有很多共同话题嘛 眼下建文帝 这老板就要完蛋了 他们就得坐起来商量商量嘛 说说自己的前途啊 在他们呢 说出自己的志向之前呢 我们有必要先提一下 就是谢进胡广啊 包括这个王庚李观呢 这都是建文帝的近士 也就是说呢 他们呢 都是皇帝身边的人 都是受皇帝信任的人 他们对时局的态度 很能反映当时一部分朝臣的看法 而四个人当中 王庚呢 是比较特殊的 他的特殊之处在于 他有理由对皇帝不满 为什么呢 因为在建文二年 公元1400年那次科举考试当中 他才是真正的状元 王庚经过会试之后参加电视 在电视中测论第一名 本来赚应该是他的 但是呢 建文帝嫌他长得不好看 就把第一名的位置给了胡广 就这样到手的状元飞了 按说的应该对建文帝 有一度的怨气才对啊 可是这世界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 人性的丑恶和真诚 建文帝就要倒台了 老板马上就要倒了 那自己应该怎么办呢 何去何从那三个人做了不同的选择 当然这个选择是在心底做出的 三个人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 谢进沉说大意 胡广激愤慷慨 表示与朱棣不共戴天以身殉国 王根不说话 只是默默的谈眼泪 谈话结束之后表现 谢进结束谈话之后 连夜收拾包袱 跑到城外投降了朱棣 而且他跑得很快 立场也留下了相关证据 叫进迟夜 胡广第二天投的香 十分听话 照致扣头谢 你看多有效率 第三名理官也不落人后 叫冠逸迎妇 而沉默不语的王根回家之后 对自己的这个妻子说了 说我是领国家俸禄的大臣 到这地步了 没说的 以身殉国 然后自杀了 国家以貌取人 他却未以逝去国 那天晚上这几人聚的一块堆 有两说话的人 一不说话的人 说话的人说出了自己的诺言 却最终变成了谎言 不说话的人沉默了 但是用行动实现了自己心中的诺言 话说回来 我们似乎也不能过多责怪这几个投降者 特别是谢金 你谢金受了多少苦啊 经历了多少坎坷 他太想成功了 而这个机会 也是他绝对不能放过的 于是呢 谢金就此成了朱棣的宠臣 你不管他用了什么手段吧 他毕竟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从此呢 他开始了自己最辉煌的一段人生 当然了 朱棣之所以气中谢金 很大原因呢 就在于他准确的判断出 谢金呢 就是那个能胜任大典主编工作的人 于是在永乐元年 公元1403年 朱棣郑重的将这个可以光耀史册 也可以累死人的工作 交给了谢金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要求是 凡书气以来 经时子及百家之言 至于天文地质阴阳 一捕僧道记忆之言 背极成艺术 物艳好凡 多么壮阔的话语和愿望啊 不过呀 咱们大家也别小看修书这件事 朋友朋友说了 不就是把这个从古到今的书 集成集子吗 在信息并不发达的当时啊 书籍即使出版之后 也是很容易失传的 哎 因为什么 因为当年也没有说出版了之后 弄一本放图书馆去 没有这种习惯 小说之类的书呢 很多人看 但是某些经时子集之类的这个 专门的大步头的学术书籍啊 这玩意相对来说 很少有人问金 这点当然了 也和现在差不多 要采集这些书籍 必须得大量的金钱和人力 还有物力 所以呢 虽然每个朝代都修书 但是呢 都不一样 比较穷的朝代官方修书的数量呢 是非常有限的 只好啊 修好必须修的那一本 就是前朝的史书 而朱定要修的 不是一本 也不是一部 他要修的是 涵盖古今 包罗万象 蕴含一切知识财富的百科全数 这了不得了 这不仅仅是文化 这是包括经济在内的综合实力的体现 这是一个国家自信和强大的象征 大典之外 可就再无他数了 因为他穷极了所有的书籍 所以我们可以想到 当朱定把这项工作交给谢进的时候 他是把希望和重担一起赋予了这个 当时年仅43岁的人呢 我们可以说是个年轻人啊 可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呢 在朱定看来无比重要的事情 在谢进那成了一般任务 其实谢进呢 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表现出政治敏锐性 他天真的认为 这不过就是皇帝一时兴起 想编本书玩玩 于是在永乐这个二年 就是公元1404年11月 他就向皇帝乘送了出稿 名字叫文献大成 应该说这套出稿啊 也是花费了谢进很多心血的 但是他没料到自己这番心血换来的呢 是朱定的一顿臭骂 谢进如此之快完成任务 当时让朱定十分高兴 可是当他看到谢进送上了这书的时候才明白 这书呆子根本就没理领会这个领导的意图啊 这不是胡扯吗 于是他狠狠的斥责了谢进一顿 然后呢就摆出了这个相当大的一个证实 这个证实在是太大了 完全体现了明朝当时的综合国力 首先朱定派了五个汉林学士担任总裁 当然这个总裁官不是咱们今天那个所谓的公司里的总裁啊 不是那个 此五人呢以王景为首 那都是保学之士 并且另派二十名汉林院官员为副总裁 这二十个人呢也都是著名的学者 此外呢朱定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总动员令 召集所有学识渊博的人 管你是老是少 是贫是负 你是瘸子是婆子 没关系 脑袋能转得动的 腿脚能走得动的就行了 全部都给我到中央来 召集过来干什么 编算 大概相当于咱们今天这个编辑 这还没完呢 朱定也拿出了拼命的架势 一定要做到精益求精 他还在全国各个州线寻找有某种特定能力的人 但是这种能力并不是学问 那他找的是什么人呢 字写的好看的人 由于当时啊是修一部全书 所以呢要采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 这些个资料找来之后呢 是需要找人去进行腾抄的 那既然是大明帝国编的书 自然得体面呢 那书籍的字迹当然就得漂亮得清晰了 那么咱们可以说 从朱定的这些作为来看呢 这一次他这个编书行为 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总动员 可以说朱定是集中了全国的精英知识分子 来做这件事情 朱定这个人呢做事非常干脆 他雷厉风行的解决了问题 他将编撰的总部设在了文员阁 并且给这些编书的人都安排了住处 要吃饭的时候 自然有光禄寺的人来送饭 爱编书的人什么也不行管 你就编好书就行了 经过咱们这一番介绍各位旁边应该清楚了 没有钱 没有很大的财力在背后做支持 这书能修成吗 修不成 贫穷的王朝整天只能疲于奔命 一点国库收入拿来吃饭就不错了 哪有钱钱修书啊 盛世修书实非虚言哪 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人之外 朱棣啊还给谢进派了一个帮手 和他共同主编词书 这个人呢说是帮手 实际上应该是监工 因为在此之前他只做过一次二把手 不巧的是 他那个一把手就是朱棣 这个监工是谁呢 姚广孝 姚广孝咱们知道 那不但是精于全谋啊 不要以为这个人只会使绊子 这个人也是很有才的一个人 明朝初年第一学者宋连 十分欣赏他的才华 而那个时候谢进还穿开裆裤呢 你把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 放在谢进的身边 朱棣那个决心呢 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当朱棣以排山倒海之势 摆出这样一副豪华阵容的时候 谢进终于明白了 自己要做的这件事 那是一件多么宏大 多么光荣的事情 自己如果不能完成 或者完成不好 那不仅仅是丢官的问题啊 得了什么也别说了 露起袖子玩命干吧 在经过领导批示之后 谢进同事终于啊 端正了态度啊 沿着领导指示的方向 开始前进了 事实证明 朱棣确实没看错人 这个谢进呢 太有才了 充分发挥他的才学 合理的安排着各项工作 什么采购 变息了 编写了 校队了 有条不紊的都在进行的 每次编写完一部分 他都得亲自的审阅 并且提出呢 修改的意见 作为这只庞大知识分子 队伍当中的佼佼者 他做的非常的出色 当这上千人的编撰 队伍在他的手中 有序运转 所修大典 不断接近完成和完善的时候 谢进终于实现了 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 他不再是怀才不遇的书生了 而是国家的动量了 在修转大典的过程当中啊 朱棣呢 还不断的给予帮助和关照 永了四年四月 朱棣在百忙之中 专门啊抽出时间 探望了日夜战斗 在工作岗位上的各位修转人员 并且呢 亲切的询问了 谢进在工作和生活当中 有没有什么困难 谢进那边呢 也是感谢了领导的关心 并表示一定再接再厉 把工作做好啊 以报答皇帝陛下的恩情 不辜负呢 全国知识分子的期望 最后来提出 说这个呃大典呢 这个京史部分呢 已经差不多都完成了 但是啊 这个子籍部分呢 呃还有缺憾 朱棣当时表示 说哪有困难 找我一定解决 不就是缺书吗 我给你钱买 要多少买多少 之后他立刻责成有关部门 就是礼部 派人出去买书去 快点 哎 有了这样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支持 再加上谢进的得力指挥和安排 无数勤勤恳恳的知识分子 日夜不休的工作着 他们在无数个灯火通明的夜晚 比更不错 舍弃了自己的家庭和娱乐 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记录 不少人因为劳累过度而死 只为了完成这部 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著作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呢 可能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一些抄写员 编撰人 就这样的一些人 在当时呢 他们也都是普通的读书人而已 他们的人生啊 似乎和伟大这两个字 扯不上什么关系 但他们所做的 却是一件伟大的事 历史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 但是这部伟大著作的 每一页每一行 都有他们的信息 所以不管是累得吐血的编子 还是整日埋头超书的书者 他们都是英雄 当之无愧的英雄 每一个人都是 在这些人的不懈努力之下 永乐五年十一月 就是公元的1407年 这部大典终于完成 这本书收录上字先秦下期明初 各种书籍七八千余种 共计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 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三亿七千万字 全部由人手写 一个字一个字抄写而成 他的内容包括经 史 子 集 天文 地理 阴阳 医术 占卜 士葬 道经 还有戏剧 工艺 农艺 涵盖了中华民族 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 他绝对不仅仅只是一部书 他是一座中华文明史上的金字塔 更为难得的是 以谢晋为首的明代知识分子们 以广博的胸怀和兼容并包的思想 采集了几乎所有珍贵的文化资料 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朱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他郑重地为这部伟大的剧作 命名为永乐大典 现在朱棣终于可以说 在他的统治之下 编成了一部有史以来最大最全最完美的书 终有一天他会老去 但这部书的光荣将永远光耀着后代的人们 告诉他们那个时代的辉煌 光荣 但这绝不仅仅是朱棣的光荣 这是属于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中华民族的光荣 我们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 曾经我们光耀四方强盛一时 当然我们也曾屈膝受辱 几经威望 但是我们最终没有屈服 我们的文明传承下来了 并且我们在这样文明的引领之下 顽强的我们又站起来了 永乐大典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 它绝不仅仅是一部书而已 它是一种精神 文化的传承 自强不息的精神 所以我们一定要感谢这部书 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诞生 很多古代典籍 我们今天将永远看不到 如果要给这些书开个书单 恐怕会很长 在这我们就列举其中一些 鼠目一部分啊 让大家了解这个书的重要意义 比如说 旧堂书 旧五代史 宋慧药级边 旭资质通鉴长边 等等这些书 后来全部实传了 直到清代方才从永乐大典当中 记录出来流传于世上 所以我们说永乐大典 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金字塔 那么在这一座建筑中国金字塔 文化金字塔的过程当中 谢进绝对是一个出色的总工程师和设计师 不管他之前做过哪些事情 之后做过哪些事情 他的功劳 并不亚于征伐开疆的徐达和兰玉 他虽然没有万军之中功成拔债的豪迈 也没有大墨汇刀金戈铁马的风光 但是他有他的自己的武器 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笔 他的墨 正是在他的带领下 无数辛勤的知识分子 用笔墨为我们留下了祖先的智慧和知识 让我们了解了那光荣的过往和仙人的伟大 事实证明那些常常被我们嘲笑 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和读书人 他们也是有力量的 他们也很强壮 他们同样值得我们尊重 谁言书生无用 笔下一线英雄 永乐大典是谢进一生的最辉煌的成就 也是他一生的最高点 就在这书个完结的时候 那些欢欣雀跃的人群当中 却没有谢进的声音 因为此时 他已经从人生的高峰跌落下来 被贬到了当时人际罕至的广西 那为什么才高八斗 功勋卓著的谢进会落得如此的境地呢 谁又该对这件事情来负责呢